2011年10月3号 美军在阿富汗坎达哈地区的执勤哨所内 发现了一具美军尸体 后经身份查明 无姓离世的美国大兵 居然是华裔天才少年陈玉辉 陈玉辉的父母都是广东人 早年移居美国 只有这一个儿子 儿子的去世让夫妻俩一时难以接受 好端端的一个美国军人 为何会突然去世呢 原来陈玉辉并不是意外身亡 而是被他的美国战友虐待而死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最荣无几 就带大家走进陈玉辉短暂的一生 1992年5月26号 陈玉辉出生于美国纽约汤人街的一个华裔家庭 父亲陈延桃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 1988年 陈延桃和已经移民美国的陈素珍结婚了 1989年 陈延桃和陈素珍移民到了美国纽约 当时他们租住在纽约汤人街里 在美国 他们没有别的本事 只能从社会最底层做起 陈延桃在一家中餐馆里做厨师 妻子陈素珍则在一个加工厂里做缝纫女工 陈玉辉出生后 这个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 虽说在美国打工工资高 但是消费支出同样不低 为了照顾儿子 陈延桃有时候要打几份工 虽然累 但他觉得这些都值得 因为他们的儿子从一出生起 就获得了美国国籍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由于家庭负担重 陈延桃夫妻也没有再生一个的打算 他们只想着将儿子陈宇辉抚养成人 将全部心血付出于这个独生子身上 三岁时 陈宇辉就开始接受启蒙教育 父亲每天给他教中文 教唐诗 数处计算 母亲则专门请了一位老师 给陈宇辉教授英语 一年下来 陈宇辉的中英文进步非常快速 他基本上可以用中英文和人交流了 之后父亲将他送到了当地的幼儿园 从上学起 陈宇辉就是班级里的尖子生 他门门功课都在九十分以上 从来没让父母操心过学习 成长道路一帆风顺 当然 父母一直都将陈宇辉视作中国人 教陈宇辉懂得尊老爱幼 孝顺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010年 18岁的陈宇辉高中毕业 他以优异的成绩 被纽约势力大学巴鲁科学院录取 进入大学后 陈宇辉的心态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他喜欢挑战自我 也想真正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而在华人们看来 要想真正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必须要经过三代以上 但是当兵往往也是一个最便捷的方式 如果华裔家庭中有人能够加入美军 那么这样的家庭就容易被美国当地人所接受并尊重 从小到大 陈宇辉受到不少歧视 冷眼 而这些大多和他的华裔身份相关 多年来 移民美国的人不在少数 但是歧视在美国一直存在 即便是美国的黑人 也会歧视亚裔和华裔 除此之外 从小陈宇辉的梦想 就是在纽约当一个警察 而当兵之后 就很有机会被分配到纽约警察局里 总之对于陈宇辉来说 当兵的意义太重大了 2011年1月的一天 陈宇辉突然跑回家 告诉自己的父母 妈咪爹地 我明天去参军了 这样的消息 对于母亲陈宿珍来说 非常震惊 在陈宿珍看来 当兵又苦又累 他劝阻儿子放弃这样的想法 但是陈宇辉却坚持自己的想法 并表示自己已经成年了 可以做主了 希望父母能够支持他的想法 之后 父母便再没有反对 但是那天晚上 母亲陈宿珍哭了好久 一晚上都没有睡个安稳觉 第二天 还在读大一的陈宇辉 就收拾好行李 离开了校园 正式加入了美国军队 成为了一名美国大兵 之后 他必须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 打标考核后 才能编入美国军队 新兵训练 对于陈宇辉来说挑战不小 从小 他就没吃过什么苦 这种苦让他备受折磨 走路走到脚指甲都化浓了 为此 他只能拔了脚指甲 但即便这样 他从来没在和母亲通话的时候抱怨过 还称自己在军营里一切都好 最终 陈宇辉成功通过考核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美国军人 2011年4月 陈宇辉被调至阿拉斯加陆军基地 正式编入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 第一旅 21步兵团第三营 这期间 陈宇辉还有过一个州的探亲假 当时 他回到了纽约的家中 当父母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发现眼前的儿子晒黑了不少 但是身体却强壮了很多 陈宇辉还不断向父母介绍 自己能成为一个美国士兵非常自豪 看到儿子越来越好 父母自然打心底里为他高兴 一个周后 母亲匆匆送走了儿子 谁知 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1年8月 陈宇辉跟随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 一起远赴中东阿富汗地区驻扎 到了阿富汗后 陈宇辉充满了信心 他也喜欢这种上前线的感觉 但是在军营里 陈宇辉却被孤立了起来 当时他所处的第三营里 只有他一个亚裔 军营里的战友都不喜欢和他一起聊天说话 不仅如此 那些战友还动不动拿他的华裔身份开玩笑 甚至还给他起了很多外号 这其中有一个外号就是Jack Chan 也就是成龙的英文名 在美国人眼里 成龙还是有很大的名气的 不过陈宇辉知道 这是战友们在阴阳怪气 陈宇辉曾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 因为我是唯一的华人 每个人都叫我阿陈 他们每天会问我几遍是否从中国来 他们也会没有理由地用怪里怪气的声音叫阿陈 霍尔控是陈宇辉的上级 他明明知道下属们对陈宇辉有虐待行为 但是他却不加制止 还参与其中 他亲口承认曾用手腕将陈从床上拖行到布满帐篷和历史的地面 而且他也给陈宇辉起了一个外号 龙女 遭遇到如此大的屈辱 让陈宇辉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 他甚至痛恨自己的华裔身份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身份 才让他遭受了如此大的屈辱 但在和母亲的多次通行中 陈宇辉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在军营受虐待的事情 2001年10月3号中午 在家中的陈宇辉夫妻突然收到了一条恶号 原来他们的儿子陈宇辉曾在早上的时候 被发现死在了阿富汗坎达哈地区的执勤哨所内 当时陈宇辉夫妻被告知陈宇辉戏自杀身亡 陈素贞怎么也想不通 那个从小就乐观坚强的孩子 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呢 因为陈宇辉曾在9月27号和母亲通过电话 当时陈宇辉还表示自己一切都好 还让母亲给他游记一些肉干 很显然 陈宇辉并没有自杀的计划 但根据陈宇辉的尸检报告来看 他属于隐淡自尽 排除了行为上的他杀 那就证明 陈宇辉是在短时间内受到了某些刺激 才临时起义举枪自杀的 对于陈宇辉来说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难以言表 独子的去世更让他悲痛不已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陈宇辉曾说 养他到18、9岁 他突然离开了自己的父母 那种心情是没办法形容的 2011年10月7号 陈宇辉的遗体被运送到了美国 当时纽约州还为陈宇辉降伴起致哀 当地很多华人也特意走上街头 送别陈宇辉 陈宇辉的突然身亡 在华人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华人们都希望美国军方 能够尽快调查出陈宇辉自杀的原因 在社会的全面关注下 陈宇辉的日记社交网站 和电子邮件被曝光了 里面记载了他的部分遭遇 原来从来到阿富汗以后 陈宇辉就开始遭受欺凌 一些士兵把他放到 在地上拖拽 用石块砸他 或是他口含液体 处于倒悬状态 这些消息的曝光 引起了美国华人社会的广泛关注 他们希望美国军方 能够尽快立案调查 还陈宇辉一个公道 2012年7月27号 美国加州布拉格堡基地军事法庭 举行了一场听证会 据陈宇辉的战友赛佩达所述 陈宇辉自杀的几个小时以前 他被上级长官霍尔空处罚 胡复前进约50米 而多名士官站在一旁 大叫着陈宇辉的外号 并且还向陈宇辉扔石头 很显然 就是因为这件事 陈宇辉才会自杀 但是等到宣判的那一天 虐待陈宇辉的主要嫌疑犯霍尔空 却只是被判在军事监狱监禁30天 这样的判决虽然引起了 陈宇辉父母的强烈不满 但身处美国的他们 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就这样 已经年近50的夫妻俩 失去了独子 往后余生 他们只能待在美国 相互扶持 度过下半辈子 陈宇辉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这些年来 陈宇辉夫妻一直都没有忘记 儿子去世带给他们的痛苦 他们会经常在纽约搞一些集会 总是在向美国军方示威 但这样的自由意义何在 美国军方从来没有搭理过他们 感谢一定要记得充满 节目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